哎,瞎想我,就是瞎想。 英雄所见的,瞎想我。 我觉得这确实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对对对。 生命、健康和你的那个疾病生活,就是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然后就是这个疾病闹得就是你根本没有活的质量了。 因为每个医生他是从他的角度,他是救人,他只要有病人他就进救。 那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是要有这个经济有什么。 但是从这些家这个角度,他就要思考。 就要思考那个人生的那个人,活着的。 对对。 不那么怕死的话,那你活着干什么? 对。 这个死亡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因为你生出的乐观主义是因为, 这个我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enjoy life, 就开始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开始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 那悲观的就是说呢,你一天接近死亡。 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 对对对。 所以你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我这个节目一开始呢? 我就引用了,我是用他的一段话,引他的话开始的。 他就说我是一个焦虑的人,但我对于死于这个病毒呢,毫不害怕。 因为新冠病毒没有老年痴呆症,让我害怕。 因为我感染了,我还有95%的机会能够逃过他。 为什么我要害怕呢? 另外呢,他这个这个这叫,这就学家叫做斯彭维尔。 他就说,我不会为了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 所以在他看来,自由比健康还重要。 那个那想,那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从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 当时老师就带我们讨论。 说,你是哪来的? 因为这个这个事实际上说,我们叫幼儿园大班,就讨论这问题。 说你这哪来的? 男孩哪来的?女孩哪来的? 就问点问题。 我们管它叫生命的教育。 因为我受的教育呢,都是当时在北京最好的教育。 我们的学校叫师大一富小。 后来改名为师大一小,师大一富中第一试验小学。 而我们的这些小学老师,我特别精重。 我一年级三年老师,叫王和李老师。 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本科毕业。 他的丈夫叫钟。 他的丈夫是钟老师,是搞民俗学的。 钟静文。 钟静文是权威。 所以说我受的教育不是一般。 因为一般的小学老师啊,就是中师毕业。 叫中的师范毕业。 而我们的小学老师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最棒的老师。 而特别是他丈夫。 那是头份的民俗学专家。 当时就带人们讨论的,人哪来的? 妈妈生的,妈妈生的。 怎么生的? 。 当时就得讲,孩子要问。 孩子要是三岁以上不问,这孩子有点傻。 而且他要观察,观察这个男孩女孩不一样。 那时候呢,到了幼儿园,大班。 中班大班,就得分厕所了。 是吧,小班可能还不分。 但是孩子就得观察。 比如我举个例子,小女孩。 观察边那个小男孩 有个小鸡鸡 他要没观察到 他啥 你想想 他看见了没反应 不行你得问啊怎么回事 怎么他身上比有多一个小鸡鸡啊 那我怎么就没有啊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认识到孩子 有差别至少是有两种差别 就是男孩女孩 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 生命哪来的 人家不说这个正规教育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现在由于这个新冠状 或者叫流行病 造成了 刚才你念那个人 那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或者说著名的学者 人家讲这个问题非常的到位 为什么现在美国也一样 你美国已经死了好几万了 染病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你必须得考虑复工了 就到底还在家待着吗 两种观点 你说我在家待着干嘛 我老在家待着 那不是我就称坐监狱的事了吗 所以美国有一州挺有意思 那个州的某些监狱就说了 我们要把监狱里他的在家犯人放了回家 为什么 回家他不是也在家待着吗 再说我们大家都在家待着呢 那我们大家可不就是一个自愿坐牢吗 你不就在家待着吗 但这有一区别 你是自愿的 他是被在家犯人 他是不自愿的 实际上效果都一样 都在家待着 是吧 所以这个话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 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就是我前两天 我上趟我们佛尼亚州的首府 李世马 李世马上有好多人呢 干嘛呢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要复工了 因为美国总统 川普 他的兴奋点 是要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 为什么 还有半年吧 就大选了 他的大选诉求 就是连选连任 他当然需要连任 这是他的一个第一兴奋点 完全正确 人家当了四年总统 人家当然还想再干四年 实现他的理想 或者叫报复 那可是经济得搞好啊 可是现在这老百姓都在家待着呢 你经济不行啊 现在疫情已经 应该说已经到了 基本到了顶峰了 开始往下下 所以作为总统 他就必须考虑到 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 他就希望复工 可是呢 底下的人不一样啊 有的人要钱不要命 有的人不自由 勿宁死 有的人说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包 他认为我要是生活 我不是要生命 生命跟生活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有生命 用中国有句话叫 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赖活着就是没有尊严了 比如你当了叛徒 你招了供 或者说你害了人 你就当了一小人了 你还活着呢 对不对 可是他就说了 我好死不如赖活着 虽然我没有尊严 我也收卖了自己的良心 良知 甚至于我出卖罪的朋友 甚至于出卖罪的亲人 可是我活着呢 那对方就说了 你要是不招供 对不对 我杀你干嘛 我先杀你最喜欢的人 一般的人都受不了这事 这是谁干的事呢 这就是前俄罗斯 苏大林他们干的事 那些好多参加十月革命的这些人 不怕死 那不怕死怎么那时候 他们有特务 所谓的气卡 就是命令警察 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中纪委 就是中纪委是专门整干部的 他不是整老百姓的 而且整高级干部的 说你们那些高级干部 枪林大雨 您怎么就招了 你说前苏联克格勃整人 最厉害就是这件事 我打你干嘛 打你你不怕 你这死都不怕你还怕疼吗 但是你有感情 我折磨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谁 你喜欢你儿子 女儿 我折磨他们 你喜欢你的父亲母亲 我折磨他们 我折磨他们 你不招 或者你不按照我们这个 强力部门的 一直去招供 我让你就得污蔑 你的上级 你说我不 我不污蔑 我不整你 我整你的精神 就是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 就是说呢 有的人是舍生取义 杀身成人 不让你死 让你死 便宜了你了 我让你活不成 你也死不了 而且我在精神上折磨你 不是酷刑 这酷刑最酷的刑 不是肉刑 比如说我千头万剑了 那不你就疼呗 我 那是你一个人的事 对我精神折磨你 你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痛苦 对这点 承受肉体的 对你是一铁汉子 你是一好汉 你可以承受自己的痛苦 但是你承受不了 因为你他要整别人 这就是整人最恶的招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 一天三天就解体 有人骂 前苏联没有一个人是男儿 不胡说八道吗 你知道吗 那么苏联为什么三天就解体了 太缺德了 我就跟你这么讲 苏联共产党 特别是以这斯大林 他们这帮人为代表的 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 这帮小子哪有什么人性啊 你知道吧 他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理解 是吧 所以说一方面 你说苏联三天就解体 没有一个是男儿 你再说另一句话 苏联人到处都是男儿 就这种残害人性的政权 为什么不解体 为什么要在地球上存在 所以他三天就解体了 我觉得现在你刚才说的 咱们这话题非常的敏感 就是自由 还是生命哪重要 对吧 就是说嘛 我们有生命 我要自由干什么 有的人说你连自由都没有 你还活着干什么 最基本的一个 我们叫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最根本的冲突就是这事 但是这个决定权在哪儿 这就很体现了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所谓集权社会 和西方的这种所谓民主社会 最常您提到的 您去了那个历史满 就是文基尼亚州的州府 看到了一些人要求复工的这个场面 其实我刚才网上看到了 至少美国有12个州啊 这民众都走上街头 强烈要求这个恢复正常生活 他就是说的你不要认这个病 你不是这么死就那么死 就是说你 你不能够以这个疫情为由 来剥夺我与生自由的一个权力 这个权力一旦被政府拿走了以后 你再想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的我看的那个画面上 有的人甚至背着枪 自动步枪上街 他就要展示这个自由 是控制在我手里的 而不是你整体说了算 这就是所谓的是权力是谁的 那就是人权 权力就是我们的一个有行为能力的 一个正常的人的 这就是所谓人权 中国不是 中国说你的权 你的人权不是你的 是我的 所以他就号召 所谓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一个是学雷锋 一个是学王杰 学王杰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叫一不怕虎二不怕死 结果某个军区的一个战士 他听传达的时候 他听错了 结果呢 他就干活 他也不歇着 他该吃饭 他也不吃饭 该睡觉 他也不睡觉 死了 说他怎么回事啊 死了以后 翻他的遗物 发现他的日记 怎么写的 他听错了 上面号召要绝对中医毛主席 三中与四无限 他也忠于 这个 他就相当于雷锋 是一个孤儿 也没受过什么教育 贪君了 他就觉得 这个共产党 相当于柴蛋夺马 藏族那个 那个 那个歌星 叫做母亲给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他说我把党来比母亲 所以说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王杰他就是一个 朴实的 但是是无知的一个战士 所以怎么样 听他传达那个 一无怕无二怕死 他给听成一要着苦 二要着死 他就死了 这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事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所以说专制 独裁跟 在美国发明的事 还真不一样 专制独裁什么意思 是你死我活 你得 我得顾所谓贴身保镖 甚至于我得顾替身 你看很多 主裁者都有替身 是吗 危险性的活 他不去 但是还得要面子 那我就找一个 跟我长得差不多的 你们去 那那些 他的对手 或者是刺客 可能把这替身给打死了 但他不死 所以这种事就是极端 所以我们就总结 这人的有几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 是大公无私 一般要求圣人的 第二个档次 那就是 公而忘私 或者叫先公后私 第三个档次 那叫 公私兼顾 第四个档次 就是损空卑私 那就又有两个档次 一个档次 就是说 损人利益 还有最后一个档次 损人不利己 损人不利己 他又是坏人 他是傻人 比如我搬起石头 砸别人脚 我是坏人 我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 这就是又是坏 又蠢人 所以中国人的一般都想做 所谓聪明人 我坚固 我又要命 我又要自由 可是现在告诉你们 你复不复工 你复工 疫情没有结束 你出去 有可能被传染 所以刚才那个哲人说的非常棒 我就得了新冠状的病 我的死亡率不就5%吗 可是我要得了老性吃胎 对于我来讲 那不就100%吗 100%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 是我们从小学就讨论过 所以一直到现在 尖锐化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问题 就是越来越上升到哲学层面了 比如说这个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说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一味的去作为叫做政治正确也好 医疗正确也好 健康正确也好 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医疗物资去救这些患病 患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人 有没有想到 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财力支撑的 你这个财力从哪来 是从经济来的 换句话说 你没钱 你就没有这些设备 没有这些资源 但你钱哪来的 是要复工 需要做出来 需要挣出来的 而你现在全部停了以后 那就相当于腹地抽薪啊 你现在不生产了以后 你这个病人 告诉后 你怎么去救护他呢 这也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啊 我在人民大学 教这个所谓社会学 30周年 一共教了30年 其中我有一个风科 就是叫社会医学 医学社会学 或者叫医学伦理学 就是讲生命的价值 这个医疗 对 但是不要过度医疗 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 就是非常的荒唐 过度医疗 谁过度 高干病房 一个干部 只要他到了一个级别 他一得病 上级就给这医院下指示 不惜一切再叫 强救 为什么 他一死 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我前年 我给学生讲课我就说 他现在北京这些三甲医院 三级甲等医院的 有若干高干病房 里头住了七老八十 八老九十 九老一百的高级干部 已经变成植物人了 对 你说 他不死 他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为什么 他得耗钱呢 他一年得 我调查的时候 他一年得耗2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资源 你想 现在可能更厉害了 现在还有换肾换肝的呢 叫器官移植 那换一个肾据说就好几十万 换一个肝 可能也得至少也得好几十万 那我就问问这器官移植对不对 我的观点很简单 你病了 咱们就治 治不了了 肾衰竭 肝中毒 死啊 凭什么 把别人的好零件换在你身上去 如果是他愿捐可以 有人穷 说我俩肾 俩肾一个肾我就可以活 我那个肾我捐了 而且我这个肾呢 我可以卖好几十万的 那这可以 他自愿的可以 不自愿的 所以我一再跟他们讲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 就是大律师张思枝 那是我们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前些年 他也接近九十岁了 我们一块开会 就这么一桌子 十几桌 张老进来 进来就坐着对过生气 他说张老 你生什么气啊 张老说这事把我气坏了 为什么 张老是行变律师 他给一个带有 黑社会犯罪性质的一个团伙 这个团伙比较年轻 基本都是小伙子 他给他们辩护 还没辩护完呢 其中这个犯罪团伙的 这三个小伙子 给毙了 执行死刑了 说这怎么回事 张老师就调查去了 是啊 再给他们这个 这个犯罪团伙啊 给这三个小子 毙了以前呢 检查身体 再一调查 配型呢 检查身体 是检查你们那个肾 和那个受体 他们是共体 配不配型啊 因为肾要移植啊 他得各种的 这型号配 匹配了 就是说那三个人 受体的人 是有钱还是有权 咱也不知道 他们就谢了 找着这三个人 正好配了 还有前一年有一个大案 就是聂树斌 被冤杀的案子 河北省的一青年 二十多岁 什么也没有 给毙了 说这也怎么回事啊 是吧 这个完了他妈 就上诉 法院不理 没法理 后来就平反了 那一年 开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的三个 十个大案 里头有一个 平反了 还赔了他几百万 几百万块钱 你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他在肾 人家杀他 不是要他的病 是要他一零件 要他的肾 因为他的肾 跟某一个受体 配型了 就有一权贵 人家就要这种肾 找着他 找着把他毙了 这堂就是犯罪啊 后来咱们平反了 对对 所以说 这个器官移植 或者叫过度医疗 我讲课的时候 我的观点就是我反对 比如说我 不行了 说可以给我换肾 我也有这钱 我不换 该死就死 我一再说 我今年七十三 我再活个十年 差不多了 所以我要的 跟刚才你说的一样 我要的是生活质量 我能讲课我就讲 讲到八十三 三万天也不错了 你妈说我得了重病了 比如说得了这个心肺炎了 那就治啊 该怎么治怎么治 不要过度的治 治不了 我的上两辈 都是一个道理 我的姥姥 在1982年第30节目普查的时候 是北京市活的最大的偶人 103 当时都登过报 登过北京版报 登的杂志 我的母亲前几年不在了 102 知不知病 有病就治 但是他们都没病 没病 后来最后老了老了 当然要有病了 不治 我们说 给你送到重症监护室 还能让你活半年 我妈这边不去 她活着 我们跟她交流过好几次 不去 说到咱就死了 我就讲临终关怀 我们家我有四个姐一个妹 老太太快去扫了 我们都过去 我还有一个插曲呢 因为当时我们请了一个 保姆家庭部员 因为我们都有工作 她陪着我 我这个我妈 姐姐妹妹都去 我妈最后躺在那 眼睛也睁不开了 就是快死了 我姐姐妹妹就叫 我妈 我妈也不睁眼了 最后啊 我去了 我叫妈 我们老太太睁眼了 我们边那保姆就说 看来还得有儿子 说你看 她那几个女儿叫她 她在生命里快到最临终的时候 她没反应 儿子来了 她听出来的 睁眼睛了 得一结论 我们那个我们那个 家庭服务员或者叫保姆 得一结论 人家有儿子 儿子有什么好处 儿子跟女儿的区别在哪呢 最后快死的时候 儿子来了 她睁眼 女儿来了叫半天 她不睁眼了 当然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这种观点还是说男女有别的观点嘛 是吧 就有这么一故事 所以我就想我干嘛要躺在那儿 我也看不见了 我也听不见了 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所以我觉得 不自由 勿宁死 对了 生命成可贵 爱情加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也不能锁极端 你也不能锁极端 你这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哲学家呢 就接受了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被问到就是说的是不是说 你看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在似乎是用牺牲生命来拯救经济 那这个哲学家就是这个斯彭维尔说这是错误的 因为那个他的想法就是医学成本是很昂贵的 所以他需要有一种繁荣的经济 那么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出禁地呢 当然需要考虑这个医学的数据 但也必须考虑这个经济啊 社会啊 政治和人力资源的一些因素 增加健康开支嘛 那很好 但假如经济都崩溃了 那怎么增加呢 就好像 你想象着就是说这个金钱公共而来呢 他说是一种错觉 得为了一个疾病而偿还债务 那将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子孙 而这有必要提醒是死于这种疾病的平均年龄 而且他还有强调上次您也说的这个 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疾病死亡的平均年龄啊 我估计指的是欧洲吧 81岁 不是按传承来讲呢 是父母为孩子而做出自我牺牲 而我们现在正是道过来了 从道德上 他认为他是不能令他满意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欠下了很多的债 得要你的子女去还钱 为了救这些七老八十的 疾病的这些老人 这就是利用了广大老百姓的无知 现在每天都包括抱着疫情 说没有死多人 全世界死了二十多万了 美国可能死了五万了 但是你可别忘了 怀头一个数字呢 死的人的平均年龄多少 刚才我记得这位 哲人就讲 平均寿命81 荒唐 荒诞荒谬荒谬荒芋荒芜 我现在是叫四荒 你说平均寿命都81了 他就该死了 他不得这个病死 他也得折那个病死 你想一下这道理啊 还有哪有这个道理啊 你说死一天死多人 你就以这个疫情来作为一个性命连 不对啊 所以他说的非常对 我怎么了 我得老病吃来了 我又活了十年 我干嘛呀我 我得了这个所谓新冠状 我的死亡率不也就5%吗 所以他讲的非常的确切 这就是一个哲理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我就觉得 有过度的治疗的意思 包括美国也一样 该复工就复工了 出去得了传染病了 该治就治 该死 该死就死 你这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 值得就是全社会的人来关注 和讨论 就是说你 你等于现在就是大家突然一下 因为有可能是这个病来的太突然了 大家一下子没有经历过 这个很严重的一种疫情 所以有点慌乱 可是呢 这么几个月下来 应该沉淀下来 应该仔细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一个过度 你就是说有病 就是说现在的病毒还没有根治 又没有疫苗 又没有特效 你就不开工了吗 你就是社会就生活 就不能够恢复到正常了吗 大家是不是能不能承受 这个带来的代价 比病毒本身带来的代价 对我觉得你刚开始讲的非常好 有生就有死 你爸你妈把你生出来了 就明白 这孩子生出来了 他就有可能死 所以当时我记得 有一个文学家说一句话 说孩子生出来了 大伙都住餐住餐 生官发财 有一个人来了 说句不争天的话 说这个孩子以后肯定得死 大伙说你怎么这么说呀 人家说的是实话 有生就有死 所以说病毒呢 是比较特殊 因为病毒呢 他连细胞壁他都没有 也就是他那条生命 跟别的生命 他没有界限 我们有皮肤 皮肤就是一个 里头就是你人 皮肤外头就是空气 而病毒呢 他没有细胞壁 他也没有细胞核 没有细胞核 他就不会繁殖 他没有那细胞壁 他那细胞壁是 据说是 有脂那脂 脂的就是一种膜 那那种膜他容易破呀 所以说病毒呢 他就容易 这个跟着别的病毒呢 能够结合 所以叫我们叫传染 还有他变异啊 所以我就说 病毒是不是生命 恰到便捷 你说他是 他也 他也是 你说他不是 他也不是 他不是典型的非生命 典型的非生命 金银铜铁锡 这就是典型的非生命 说我这一块铁 铁能死吗 铁就没有死 这一说所以人呢 我就觉得也是一样 人生着你就有生 有生就有死 这就是你的风险 你活在世上就有风险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说把这个 风险这个词 不够重 这个分量不够重 改成凶险 所以说以后呢 咱俩还可以做 一级的节目 就是二战以后 二战后 现在我们叫 坤战后 我上次就说过吗 因为他不是冷战了 他也不是新冷战了 他被冷战生了 但是他不要生成热战 热战就是热核武器的大战 那么怎么办 他是个温战 现在我们都在温战里头的 温战怎么办 我们需要让他降温 所以这个问题 讨论的恰到好处 因为大伙刚来的时候 也没想到 现在实际上 就是讨论生死的问题 就是讨论 你不要过度的防疫 防疫 也不要过度的治疗 这过度的问题 咱要讨论 请专家也来 就是说你现在的说 全世界来讲 大部分的资源 都用于对抗 这个新冠病毒了 但是呢 这个职业家 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值得思考 就是说的 那么对于这些战争 比如说移民的危局 战争的危局 比如说像叙利亚 其中包括300万儿童死于 营养不良 好像大家都无动于衷了 就是你这个新冠病毒现在死了 全世界死了 有20来万是多少 那几百万的儿童死于 营养不良 似乎就没有人关注了 这个一下子 就是好像在道德上 还是什么心理上 对他来讲 这是无法承受的 就是说那你 你关注这个病毒 然后同时呢 其他的人就刺成灾害了 也就是说 就就没有办法去关注了 另外呢 我也在考虑 就是说任何事情 有好有坏吗 有好就有坏 有坏就有好 它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你说我不知道中国 就是美国来讲 这个封城也好 封闭在家里也好 就这两三个月 你看上有 大概有两三万 不是五六万了吧 美国大概有死亡的 但是呢 有没有这个调查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 你交通事故死亡率 是不是 那几万人是不是 就没有了 就是你都不出去了 换句话说 正常情况下 每年的美国交通事故 在路上光撞死的 就是出交通事故 死亡的就大概五六万人 对 特别是印度 印度有一个报道 说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能看见西蒙拉尔山了 为什么 它一防疫 它汽车出来的少了 汽车尾气造成的这些空气污染 也少了 看见西蒙拉尔山了 还有人说 现在癌症也少了 说到底是为什么少了呢 可能就注意力 就转移了 所以说中国有句话叫 有一例 它必有一笔 像刚才你说 那次生灾害也是 武汉 一千多万人 那一大城市 哇就都疯了 他就没想到 你疯了以后 你有没有次生灾害 你疯了 你少传染了 你少死了 比如一万人 你疯了以后 你造成次生灾害 还多死两万人 你知道他得 仔细强衡吗 所以现在呢 包括美国一样 你看美国总统 最高行政长弯 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里头 还有各种传媒 他都得刷呀 那可不就造成了 老百姓过度的恐惧 过度的恐慌 那可不就是吗 你老刷呀 因为传媒 他有放大的作用 你想 其实你要是 你不是我前些日子 我就听了意大利 说意大利死的多 再一调查 意大利死的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数字 平均寿命 八十多岁 你说你难听的话 八十多岁 他就到头了 他就该死了 你怎么能把他 一个八十岁的人死了 你就归罪于 新冠状病毒 你说这不是冤假错案吗 他没有这新冠状病 你说的话 他也对啊 什么车祸 还有这各种别的病 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过度 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那句话 老话 就是中国人形容美女 沉于落雁之戎 碧月羞花之旺 你看这美吧 人说不对 形容美女最高的词 增与分则长 简与分则短 就是这个美女长 她合适 所以这就是分寸感 所以我想这防疫 也是一个分寸感 该复工就复工 还是那句话 盖死 盖死就是 对 好 那个我看这个时间 已经半个多小时都足够了 待会再讲一下 行 那个我们今天先聊一下 好吗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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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